好的 底板的话 我们是一个6号位的大中层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 这个刘善 然后我们主持者玩家 选择的是神六倍 作为他的忠诚 你爸爸在这边 你爸爸 这个真的是你爸爸了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起手刷了一下 刷了一下 感觉还行吗 这个手牌 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新制裁这边的话 他不是谁 我们站起来不知道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小胖子起手装了两个装备 然后冰了一下 这个下家的不知 是不是 其实让我冰的话 我应该会冰一下 这个八号位的冠球姐 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 比较偏反贼的一个 要不就是冰张了 当然你冰不到张了 已经被包围了 也没办法 是不是 好的 然后二号位的不知 起手了当 直接跳出反贼 也就是说 发动了两次定盘 把小胖子的两把 这个装备全都扒光 然后我们这个 三号位的 这个张了 也是赤果果的 就是 给不就卡的终于 当着我们忠诚的面 来偷我们主公的牌 那么你不是早打吗 是不是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黄盖这个举动 还是比较偏忠诚的 然后西字台这边的话 这个万念启发 我们是选择卖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选择卖之后的话 也是触发了西字台的先斧 西字台先斧的是我们 那么他先斧的是我们的话 那他很有可能是反贼 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说过 西字台如果是忠诚的话 他可以光明正大地 跟主公困绑在一起 无论是谁 包括我们流善的主公军 你西字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忠诚 跟流善困绑在一起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黄盖这边 是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 然后西字台这边 来拆黄盖的手牌 所以说这边西字台也是 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触发了龙龙 我们的这个红色手牌 当火杀使用 不限距离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把青钢剑 照样能杀到这个不知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 把网瘾通过他的这个技能 来砍了一刀 然后压了西字台一滴血 压了西字台一滴血 然后西字台这边发现 哎呀 这个我先斧错了 我先斧错了的话 这个马上把枪口对准自己 然后抽策自己摸 然后王瘾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举动 其实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但是冠秋剑这边也是盯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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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瘾打 比如说这边的话 他差跳的是一个反贼 然后冠秋剑这边盯着打 跳的是一个忠诚 或者说像个内奸的身份 我们在这边 可以把冠秋剑 标个内奸的身份 是不是 然后刚刚王瘾那一波连环 把固制的手牌全部打空了 那么也是 你王瘾GC摆算 没有散到流散 这把虎丁刀是真握在手里 还是说 这个 这个天算不如人算 我正好从排队里面摸到 这把虎丁刀 这样的话也是 小炮一把菊花 也是强开的 但是没有收到 这个固制的人头 也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接下来啊 是我和黄盖的这个联动 是不在 那么黄盖这边 可能要被这个张辽推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为了保住这把青钢剑啊 也是强势掉了一滴血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龙鹿 就是要转化到这个鹰 那么转化到鹰的时候 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锦囊牌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锦囊牌 都会视为雷杀 不限次数 那么竟然不限次数啊 我们本身作用AK 再加上我们需要一把 长一点的武器 那么这把青钢剑 刚刚很适合我们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 这个 装上这个青钢剑啊 强杀这个幻秋剑 那么幻秋剑是个版贼啊 那么西字台 这边是个内剑啊 我们就不用去管他了啊 这个非人类的选战啊 我们就不用去管他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既然那天都都已经死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主持者玩家 也是从幻秋剑啊 王允开始偷 因为王允 在我们面前 王允已经是个死人了 所以说我们主持者玩家 先从这个 嗯 幻秋剑那边先突的话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幻秋剑一旦突了 想要突死 这个王允 应该是一路反掌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刘善也是放权给了这个 黄盖啊 因为毕竟 黄盖没有开桃园之前的话 我们只是一滴血的 那么我们到一滴血的时候 要就要 有些一点体力呢 就要应该直接 就要直接问真头子了啊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一把的神六倍 是真神啊 而且啊 神六倍绝对不是一个 弱将 也不是一个废将啊 也不是一个废将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好的 第二把录像 好的 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反贼 主攻选谁呢 啊 我们离主攻还是比较远的啊 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可以选一个潮补比较高一点的武将 是这样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换一个换两个换三个也就是六个武将全都换了一遍 呃换来换去啊 然后我们主持角玩家选择的是张继张继的话其实啊在场的主持角视频里面是出现过的啊 这个四学两技能啊 这个掠命啊 掠命啊 我要喜欢把这个技能都叫掠夺啊 就强制去抢人家一张牌啊 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是吧 掠命啊 出场阶段限一次 你选择一名装备区少于你的其他角色 令其选一个点数 然后你进行一次判定 若点数相同 你对其造成两点伤害啊 不同 你随机获得其区域内的一张牌啊 技术是区域内的一张牌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获得他的这个判定区的牌 就是这样 第二个技能囤军啊 限定剂 出外阶段 你可以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令其随机获得排队中的X 不同类型的装备牌 X为你发动裂命的这个次数 就是这样 相当好理解 就是这样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 左思起手开了一个南蛮入侵啊 这个 机口9应该不出意外 应该是这个 太后 不出他的啊 比如说太后这边应该出的是一个 呃 不一定挑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因为 在这种主持角玩家 呃 比如说在这个主攻起手状态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种状态下 你和太后起手去毒 他不一定是反贼 是这样 好的 然后二号位的这个吕蒙啊 是呃 吕布啊 吕布 神吕布被左词是 直接乐不自主乐了一下 然后 呃 吕蒙这边也是没动 是不是 吕蒙这边也没动 然后寻忧这边的话 去打何太后啊 因为何太后起手 跳的不一定是反贼啊 所以说 呃 寻忧这边 打 何太后啊 他可能认为何太后是反贼 但是 这个 寻忧这边啊 也就是放了一个真南蛮乳鲲 又奇色了一个南蛮乳鲲啊 好的 那么这边这个女中其实非常非常像忠诚啊 而且我在呃 以前的一些视频里面也说到过啊 寻忧他作为一个忠诚 他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忠诚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是两个 女中生有强开 然后 这个决斗一下啊 他卖上来的是一张这个黑桃酒的酒 然后我们可以 呃 对秦密发动一次这个 我们 因为毕竟 这个寻忧的装备区的牌比我们多啊 比我们多 所以我们不能对他发动 对啊 我们这边能 能 这个 能发动猎命的人是 秦密 何太后 刘彬 呃 陈吕布 和鲁蒙啊 包括 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对左思发动这个猎命 然后这边的话啊 秦密也是去打了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呃 寻忧啊 寻忧这边应该也是直接就阵亡了 是吧 好的 那么这个忠诚方啊 主动方死掉一位非常强力的忠诚啊 对于我们反贼方来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果断的是跳的是反贼 然后秦密这边也跳的是反贼 那么这样子的话 呃 两连反都动 那么何太后这个举动啊 也是一个比较相反 呃 也是跳的是反贼的身份 然后因为由于我们是反贼三连动 是不是 呃 再加上神呃 这个谢吕蒙啊 也是一个比较偏反贼的武将 然后我们何太后也是 果断的对刘表进行了这个刺毒啊 因为毕竟刘表和这个神呂布 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偏中类的一种武将啊 所以我们何太后也是强制刺毒给他 那么果然啊 我们的这个表叔是一个大反贼 那么这个也是没有关系了 因为毕竟你的反贼人头牌死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 还是不亏的啊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是不是 呃 然后这个强制送了呂布这个太大的机会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因为我们三四个反贼已经全部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啊 资票玩家紧密和何太后是反贼 然后一个反贼啊 刘表已经死亡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呂布这边的话 内奸应该是撕票了啊 所以说这个 我是非常真的看不起这种内奸撕票的玩家啊 你哪怕那你内奸就哪怕让反贼赢了啊 你作为一个有操守的内奸或者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内奸 你首先你肯定是拒绝撕票啊 肯定是拒绝撕票的啊 所以说这把的话啊 虽然我们要感谢一下这个神力部啊 把主攻的这个状态打残啊 但是我是不推荐这种打法的 因为你内奸你就好好站在你内奸的岗位上啊 好的 然后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啊 好的 最后一把的话啊 也是一个死太监内奸啊 也就是说会跟第二把遇到相同的遭遇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主攻应该也会面临到这个撕票的这个危险啊 好的 然后我们的主攻啊 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三包的身侧啊 因为借身侧好像还没有上限啊 还没有上限 所以说啊 现在出现的身侧都是三包的身侧啊 然后我们主持人家玩家是一个八号位的这个大忠诚啊 主持人家玩家选择的是助量啊 然后中会这边的话强开五谷风灯啊 在第一轮身份未知的这种情况下看到五谷风灯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反的这种举动啊 好的 然后又看到马入侵啊 这个中会其实 这个比较搞笑啊 真的是比较搞笑啊 那么他既然开了都开了啊 我们也是不能去这个阻止他是不是 好在我们是有真杀啊 我们该不卖就不卖啊 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八号位的这个助量啊 我们也是不是一个耐奏型的武将啊 能不卖就尽量不卖是不是 然后中会这个举动其实 就是像反贼也像忠诚啊 所以说 再加上中会这个武将的这个身份性啊 所以说 他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偏内奸 再加上这个流氓云起手是没有去动他的 所以说 这个流氓云这边应该反贼属性也是会比较高啊 然后反正是 马良这边应该是我断的把忠诚的身份给跳出来了啊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竟然马良忠诚的身份跳了出来啊 比如说从薛宗这边开始啊 反贼第一个已经出现了啊 头号的反贼已经薛宗出现了啊 师兄他的实际行动已经表明了 然后蔡庸这边的话 乐乐声策啊 也是反贼二号 然后反贼头子张张宏 也是跳出反贼的身份啊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赵云和中慧啊 是没有动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去顺手牵羊 顺了这个 第一张顺啊 中慧打出借口机啊 这个以为啊 你中慧的计 计谋会得逞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两张顺手牵羊 我总不一定要让我顺一张吧 是吧 好的 然后这张顺手牵羊的话 也是成功的把 侦测的乐布四鼠 这个顺了过来啊 反贼薛宗啊 反贼薛宗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啊 这个中慧这边 应该是跳了反贼的身份 然后赵云这边的话是非常可怜 是不是 第一轮装了两个装备 直接被乐布四鼠啊 而且现在已经被打成了猪头 然后尽当 稳固内阵 以欲外患啊 这个二张啊 这个二张啊 也是直接的是这个非常小气啊 大家都不难啊 那么这边的话 中慧这边又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主动出现了 你不让我顺身侧 然后又去把薛宗的AK拆了啊 那么这个典型的内阶应该也是跳了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竟然中慧已经把他的内阶已经跳了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暂时啊就不要去动他了 是不是 他竟然已经在帮我们送啊 反贼方的一个装备啊 或者说控他的一些啊 手牌啊之类的 那么再尽量就不用去打他 是不是 那么尽量让 让这个马良的这个嘲讽这样去高一点 我毕竟 他虽然作为一个改版之后削弱的武将啊 但是在八人军争局的这个嘲讽适应性还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 他包养人的能力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强 但是他毕竟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包养人的武将出现 是不是 那么身侧平白无辜的六张牌啊 或者说 他第六 第六张手牌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 那还不是马良啊 又敢给他塞过来的 是不是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强行跟薛宗夺难拿了这张无邪可击啊 也是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这张无邪可击我们还是能用得出去的 是不是 然后这边的话 身侧不知道从哪边啊 应该是从裤装里面掏出了一把猪格连弩啊 是强制把这个矛头指向啊 反贼头二张啊 然后二张也是说 哎 你由本来打死我 打死我爸爸跟你心 是不是 我二张以后就不叫二张了啊 叫叫这个二身是不是 叫身招身红啊 叫身招身红啊 好在这个身 这个身色的连弩啊 威力没有发挥起来啊 这个子弹也是提前打完了啊 这个二张也是强行狗了一条命 但是这个你狗得了出一难道狗得了失误吗 是不是 好的 那么这张无邪可击是明的啊 也就是说这张无邪可击是通过宣宗的这个复难啊 我们是强行拿到手里的啊 那么我们这张无邪可击也是强行的给马良啊 这个打出了无邪可击 让他把乐不四鼠给解掉 那么也是让他小爆发或者说小应援一波 是不是啊 好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啊 马良的这个使命就提前完成了 运战 因为毕竟这个虽然马良 我刚刚也说了 马良削弱了啊 马良削弱也就是说 他一连的次数 从以前的一大堆变成了只能一连三次 然后啊 但是他还是能作为一个包养型的武将出现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马良阵亡应该是这个为我们主动方啊 也是适应了不少火力 是这样 然后招招招招招在这个时候来选择逼我们 招招招招在我们注的量面前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然后我们挂上使用刀 然后去砍的采用啊 这个举动感觉这个非常不明确啊 这个肯定是明显的要去砍张罗张宏的啊 无论张罗张宏手里是闪九头啊 我们都是要通过这张杀 把张罗张宏的九头全都清掉 为后面身侧的这个AK一波输出啊 作为这个火力的寄养啊 所以说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啊这个平白无故送了这个蔡庸一张书啊 也是让他这个四书齐了啊 所以说啊 如果我们刚刚一刀把张罗张宏砍死啊 把他的针球打出来啊 孙策如果手里有杀啊 或者我们刚刚关心给他给他关杀的话 可能张罗张宏就会死在孙策的手里啊 而不是去死在了这个这个中会的手里啊 好在中会现在还没有觉醒啊 所以说这个人头让他收啊 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然后这边的话 嗯这个蔡庸啊 也是非常变态啊 开始长男门入侵啊 嗯强制压了我们一滴血 然后也是成功的送了这个中会觉醒啊 然后这边的话 嗯蔡庸的一口九属性筛啊 也是打的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啊 为什么为什么非常漂亮 虽然我们被打盘了 但是也是成功的把孙策打到了觉醒边缘 那么不好意思是不是啊 我注个量没有其他能力 看牌的能力我是相当大 至少在目前八个人场上 我注个量还是有唯一一个看牌人 那么我们找一档杀 直贴方近一操死锐啊 打孙策的同时还能额外带你们两个反折 所以说我把孙策送往觉醒的之路上啊 把孙策送往觉醒之路上的同时啊 还压了你们压你们反贼两滴血啊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马良已经阵亡啊 已经提前离开我们了 然后剩下的话 薛宗和赵云啊 已经是作为一个强弩之末啊 呆在这边啊 赵云我们暂时先可以不用去管他啊 然后我们反贼啊 就是我们祖宗方的这个主要火力啊 我们来打薛宗赵云和这个 薛宗赵云和中会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 孙策已经觉醒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通过英姿和英魂啊 就是大英姿 好 大英姿和大英魂啊 把这个节奏啊 瞬间给拉团 绝对是瞬间拉团 因为你如果不觉醒的话 薛宗不可能死这么快啊 绝对不可能死这么快啊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既然薛宗死了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赵云啊 也可以送往他这个 去提前去阵亡了 为什么 因为中会已经是觉醒了 因为你既然中会觉醒了 那么我们暂时就是先 不要去乱打他 是不是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先关一下心 然后先顺一下他的桃子 其实这边的话 把这个主攻的这个勒布斯鼠 顺过来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毕竟你只能这个看四张手牌啊 再加上他的这个阴魂的这个能力啊 一旦这个 孙策啊 也就是说他 我没有领会到你的这个意思啊 他有可能就不发动阴魂啊 可能就不发动阴魂 但是 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给他算准啊 没有给他算准的话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难配合的啊 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尽量不要去那个了啊 手里一档母界可击 强宝啊 让孙策的这个勒添卧啊 把这个孙策的这个勒给保掉啊 给保掉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一个幻见南万路青啊 赵云手里也是没有真的基本牌啊 也就是没有杀伞之类的 然后如果中会在这个时候 去压孙策一滴血的话 也是可以卖的 因为毕竟我们手里是有一个桃子 然后孙策手里 这边又是一个 嗯 剑银姿啊 能够保留住手牌 所以说这边我们也是不用担心啊 也不用担心啊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 弃一个闪吧是不是啊 然后把胡杀是留给了孙策啊 因为孙策这边的话 一个大银姿啊 大银魂啊 你流氓云啊 这个逞强不了多少天呢 绝对是逞强不了几轮的 因为你身策哪怕摸一丢二啊 你只要时间一长啊 你的手牌就会源源不断的啊 被身策的阴魂给扒掉啊 永远不断的被身策的阴魂给扒掉 然后这边的话 中会啊也是来强行扩门了啊 我们身下的话 其实这边的话 只要我们啊 中方啊 就是我们把孙策 我们和孙策把赵云干掉 想要去活捉 中会那应该是一如反掌的啊 因为毕竟孙策现在的这个大银魂 还是蛮有杀伤力的啊 好的 那么现在的这一波银魂下去的话 这个赵云应该是要直接伪掉了 应该是直接伪掉了 六张牌的孙策啊 直接是去杀中会啊 其实没有必要啊 你这个时候去强杀赵云啊 去强杀赵云 你不要不要去杀中会啊 让他通过卖权来获得一些 他想要的 或者说想要去保住赵云的手牌啊 好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有多少先出多少 是不是 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八卦阵啊 还是比较难应付的啊 你能把这个杀全部用掉之后 通过把他的这个血线压低啊 把他的血线压低 然后通过大银魂啊 来强制下他的手牌啊 只要中会这个时候啊 不做出啊 不做出啊 不做出这个呃 撕票的这个举动啊 我们应该是能稳操胜券 这个把中会直接干掉啊 好的 然后关键性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八卦阵还是蛮给力的啊 好的 人数越来越少啊 所以说我们想要通过关心来控孙策的这个乐不四属 就比较困难咯啊 然后一个火攻看一下中会的手牌啊 然后杀一下啊 好的 然后孙策这边的话你也别指望着我们来给你控牌堆顶了 是不是啊 因为人数越少我们肯定是关不了你的了啊 不是啊 我们不是借助个量 如果是借助个量的话 我们倒是还能看一下 是不是啊 好的 然后你看一下 是不是啊 你的英魂大英魂下来啊 这个中会的手牌寥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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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寥 玩家卡这么久啊 这一把的话真难说啊 有可能这个中会可能就真赢了 但是谁知道呢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选了其他武将的话 只要深测这个状态不是很弱啊 再加上深测手里这个流淘的能力也是比较强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主持人玩家除了诸葛亮还能选谁啊 其实他的这个没有这个会员的选将框啊 其实真的说啊 他的忠诚能选的话 就是像袁绍也可以选啊 当然主角玩家选诸葛亮的话 其实比较一个稳定 一来嘲讽比较低 二来的话啊 也是能够稳定的这种这个空牌啊 或者说啊 空牌拿牌的输出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那么结束之前啊 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句话啊 视频的结束何方 有采文的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能给采文踊跃的投稿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怎么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